這個就很有故事喔 你知道小時候我們住在台中 我媽媽有一次叫我去買雞蛋 因為我們從我家走到那個雜物店 有一段路 而且會經過一些 就是很荒涼的地方 只要走到5 差不多快10分鐘 那我去買雞蛋回來的時候 我這樣提一提 突然就不小心把雞蛋 掉到地上去 打破了 完了 破了 因為我媽很兇 然後我想說 一定會被她揍了 然後後來 我就不趕回家你知道 我就在那邊哭 一直哭... 後來這時候 突然間一個女孩子走過來 然後問我說 為什麼在這邊哭 我就跟她講說 我雞蛋打破了 其實妳知道嗎 她很好心拿那個錢 帶我去再重新買一包雞蛋 我就心裡 那妳可以回去交差 對 我好感動 我怎麼會有人做得這麼好 那會不會是妳的親生媽媽 不是 然後我就... 我就真的 那時候好感謝她 如果我回去的時候 後來我跟我媽媽講這個事情 跟她承認說 我敢弄化雞蛋 然後 然後是一個好心的人 給我錢又去買新的 我媽一聽說 怎麼可以這樣 妳... 人的人... 妳買的人怎麼可以人家出錢 她說 妳要拿那些人 是我媽就拿了幾塊錢給我 我就帶了那幾塊錢去那個... 小姐出現的那個地方 我就在那邊... 在那邊... 你每天都在那邊喔 我去電梯去兩三天 結果她都不出現 不出現 我就在那邊 經常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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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突然看 肚子因為有炒 我看到 我這酒頭太熟了 有顏色 紅紅的 漂亮啊 我就覺得就是 不... 我等不到那個小姐 後來我就撿到這個東西 撿到東西後來其實 你知道嗎 小時候根本不知道這個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櫃子 就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放在我的一個鐵子 把它收起來 就從此放 一直到長大之後 不然拿去看 給我朋友看 我朋友一看 這個好像是積雪石耶 所以那個阿姨 根本就是一個仙女姐姐 對 我就想說 有可能是 送我的寶物耶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耶 才是那來送 對 我就想說 這個如果是真的積雪石 那很價值啊 所以也想說 麻煩今天請那個 來看一看 來 這已經很沉耶 我們一般講 積雪喔 積雪是從田裡面剪出來的 一般我們在古董市場 尤其是倉化積雪 這個現在已經是 基本上只有聽過名詞 很少看到 一顆真正的 然後要這麼大一顆的 那就 上千萬 你是從來沒有 現在還沒有 現在因為積雪 積雪的顏色 一般都是書法家 或是收藏家 他拿來刻印章 積雪 那因為積雪太名貴以後 大家都不刻了 因為一刻會耗損 所以積雪現在就 在清代的時候 一個積雪 它就等於跟黃金一樣的價格 那邊有油油 放大進去 這是刻的字 他說這好像是李白的詩 這個是小鑽 小鑽 對 這個是刻的小鑽 李白的詩 那這個小鑽 刻得不錯 這件東西最有趣在哪裡 因為它滿工 外面薄藝雕 就是那個蠶藝 很薄薄藝雕 那這個薄藝雕 工很好 那這件東西呢 分量夠 而且行也是很自然 它沒有 它利用這個 那一般 竟然讓你在路邊撿到這個 對 小時候 小時候 我覺得十年以前的事情 我覺得你 你可能是剛剛講說 有天使或者仙女 釋寶給你 真的嗎 我們趕快來見價 請見價 十萬塊喔 十萬塊也很多耶 但是不是 就不是 應該是說 如果這件東西 是昌華積雪 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它的紅色不會是這樣 它是 我們講積雪的紅 是雪紅 它這個是有點淡淡的 有點像玫瑰紅 顏色不一樣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件東西 是純粹積雪的話 它的價值 應該是十萬塊美金 那這件呢 我們要去 究竟說 它是不是巴林積雪 還是浮龍石 浮龍它就是 它的 因為它是用礦產出來的 對 你要剪一塊根去山裡面 挖下來的是不一樣 量就非常 差異非常大 那巴林積雪它也非常漂亮 可是它是用礦產 直接可以一直開採 一直開採 那積雪 所以它是用礦產 很少剪幾個而已 這第一個 第二個它的顏色不一樣 我剛剛有提過 它在這邊 植在哪裡 植在不是刻字 這個字呢 刻的是後面刻的 主要是這個外面這個雕 這叫博藝 那如果你這一件 因為如果可以考證出 是哪一個工藝師是刻的 因為四十年前的工藝師 刻這個啊 都是非常精緻的 那這個價值又不一樣 所以 那我簡單問一下 剛剛有談到昌華雞鞋 對 巴林雞鞋 巴林雞鞋 蒙古 你剛剛說如果它是昌華雞鞋 大概價值新台幣三百萬 三百萬 就是很一般 起跳就是這個價值 起跳至少 那如果是巴林雞鞋 巴林雞鞋 應該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的價錢 差不多一百萬 也算值 那芙蓉石就 就 十萬塊也不錯了 謝謝謝女姐姐啦 對 十萬塊 我以為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 彩色石頭而已 沒有沒有 這個工很好 工很好 而且工很漂亮 那那個張回去蓋一下 說不定是有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意義 可以再 搞不好找出更好的價值 對 那一定要試看看 看是不是 一級工藝師科的 對 好